土城希望之河 两岸不满樱花树 已经成为土城赏花的新景点 但最近天气不稳定 就怕大雨打坏花蕊 影响民众赏花兴致 当地一手打造樱花的 霍饶里里长许春藤说 有几棵樱花树提前绽放 而樱花赏花的日期是3月26号 当天搭配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来 希望上天能够呈现我们26号 下个礼拜能够天气专好 把樱花花的樱花把它开出来 让民众来赏樱 看到美丽的樱花 当初为了改变河流张望的面貌 里长带着志工一起种下樱花 和杜鹃等多项绿色植物 逐年打造出属于希望之河的样貌 如今更让这里的赏樱季 打出名号来 成为不可错过的赏樱景点 在市区赏樱也不用跑很远 屠城希望之河的樱花 一起来敬逐春天的姿色 河边整排的樱花杜鹃绽放 民众可得把握最后机会 中家新闻林立五 刘方刚 屠城报道 自我什么时候还可以了 没赞 感谢观看